嘩 其實真的很發心 送了20連抽 嘩 又重複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中的頻道 今天我們來玩Monster Hunter Rider 好 萬眾期待 8月19日 大型更新 我覺得這次更新真的偏多 所以盡量簡單講給大家知道 首先 第一件事 我們多了新的副本 新副本有些什麼 我們可以看看 第一個就是新的故事模式 它現在開放到第8章 另外炎王龍也開放了 如果要打中級的話 就要等到11日之後 每天都有一個挑戰次數 當我們獲得指定的認定證 就可以多一次挑戰次數 例如150個認定證 就會有額外獎勵 我們可以按入手場所 它會叫我們打回水龍 水龍 水龍就可以獲得這類的道具 照舊都是初級、中級和上級 所以沒有大分別 這隻魔物怕雷屬性 是100% 而這次我們會多了一些新系統 就是這個主界面 右邊會多了一個回復鍵 我們不用推出主界面 只要按這個鍵就可以用回復藥 另外我們的自動Auto Auto功能也可以透過這個位置自動開啟 它之後就會自己打 以及大家可以看到 今次挑戰這個活動關卡 是體力減半的 而另外大家可以看到地圖 有一個書本 書本就是一個每日任務 例如我們按一按雜來 然後拉到最下面 其中一個任務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要打這個初級任務 就可以解到這個書本的任務 書本任務在哪裏來看 我們按下方 簡稱叫做每日任務 每日任務 要挑戰指定的關卡次數 一次、五次等等 就可以完成這個每日任務 當中也會有剛剛的認證 以及魔物的彩珠 每日要挑戰五個任務 如果大家想再快速去看 究竟每日任務打哪些關卡 我們可以按主介面 按右上角這本書 詳細看 直接去到指定的關卡 以及今次的獎勵也挺多 我們登入遊戲之後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道具送給大家 當中也是五星確定券 回復藥等等 有五十支回復藥 是超闊老的 我們把他拿掉了 關卡就是這幾樣東西多 另外我們要按強化 強化也有東西多 就是派遣任務 派遣任務我們打到任務第八章 就會有新的派遣任務 還有可以縮短我們的時間 但是需要使用這個 龜幻券 我們可以按一件派遣 這個是一個方便了的系統 另外還有一樣東西多 就是熟練度 魔物的熟練度 就要透過打關卡去提升 所以我暫時 其中一隻雷浪龍 就不能再升上去 要升上其他魔物 才可以再把熟練度的等級上升 大家可以看到 今次的熟練度加成 都是多少 有十幾個巴仙 另外就是隊伍編成 隊伍編成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這隻魔物的熟練度 已經去到十 以及角色的親密度 去到五 這個是簡化了 幫大家看看 究竟角色的熟練度 去到多少 例如我們換另一隻 就見到親密度10 以及熟練度1 不論是三星、四星、五星的魔物 都可以提升熟練度 如果你說想穀行同一隻魔物 用完三星、四星是最理想的 而我剛剛就是用五星的雷浪龍 以及三星的雷浪龍 來升熟練度 大概平均打了10 至20場就能升到 另外是貓幣 貓幣也有新的魔物登場 而今次新的魔物就是火屬性的信龍 我們可以看看今次的蛋池 官方今次就佛心了 免費送大家十三日的十連抽 總共130次 另外這個豪華特典 也是第一次的十連抽 是免費的 還有就是新蛋池 新蛋池就必定推薦大家去抽 因為當中除了有這三隻特別的魔物之外 而最重點就是這隻雷屬性的攻擊打手 攻擊力751 在目前來說雷屬性都是偏向小攻擊型的角色 除了一開始獲得的雷浪雷 其實你看到基礎屬性都差大約200左右 我們再看看他的技能模組 技能模組也是很吸引的 首先有40SP 45威力的麻痺技能 65%發動 30SP 已經有230的威力 系數是非常之高的 而最誇張當然是尾爾這一招 70SP 威力160 可以4連擊 但有觀眾說到 其實4連擊是會有miss的 這個我就有所保留 單憑這4連擊 其實威力有640點 所以70SP技能來說 這招技能也是十分出中 最後就是40SP 100威力 65%麻痺 也是一個加強版的麻痺技能 那我們再看看特性 特性就是 當開始的時候 SP回復量做提升20% 另外雷屬性的威力提升 攻擊力提升 有30%有反擊 開始的時候有10% 可以提升自己的攻擊階段 所以目前來說 撇除了雷狼女之外 這一隻一定是大家必抽的雷屬性角色 我們可以拿一隻奇卵女和雷狼女做個比較 其實兩隻都真的沒得比較 我們先看看屬性 奇卵女的系數只有522 相差剛剛的新雷屬性角色 差200攻擊力 技能模組方面 最高攻擊力是80SP 160威力 20%睡眠附帶效果 但如果相比剛剛那招 其實這招的威力 是低一點 以及SP也要消耗多些 雷狼女同一個問題 就是她的技能最高都是疾風蒼雷 60SP 370威力 而她的能力值 攻擊力只有571 總結來說 這隻雷屬性的攻擊打手 大家一定要抽 我們事不宜遲 當然是抽抽 看看有沒有機會中 首先我們抽了一個免費10年抽 好不要緊 撻Q沒問題 對 關的了 關的了 最重要是新撲不要撻Q 好再來 嘩其實她真的很佛心 送了20年抽 有了有了金鈴鐺 中一點我沒有 嘩大王 嘩這隻真的沒有 但是 嘩這隻奶媽 算了算了 怎麼搞的 幸好我儲了8000多隻 喂 明明觀眾抽得這麼開心 為什麼我抽得這麼不開心 等一下 OK 試一試吧 我們今天都抽了 拜託 中而已 雷屬性 目前真的是最強勢的一隻角色 雖然我這隻帳戶沒有火爆爆 但如果抽了這隻雷屬性 我覺得已經心滿意足了 來了來了來了 要Low要Low 有沒有機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嘩要抽10次 沒有那麼多石 怎麼搞的 就是銀 不是吧 不是沒有運氣 兄弟 不是沒有運氣 不中五星角 不要緊 你中高一點的魔物也好 老闆 我要魔物 二選一 好嗎 不要全炒 全炒真的 真是心痛 嘩 頂 嘩頂 4隻 4隻 4隻舊角 嘩 不是黑成這樣 是中4隻五星 是舊角而已 嘩 嘩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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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服啊好服啊好服啊 最後三次 喂我難得這隻遊戲一路還有玩 你不是這樣給我啊 我這麼詳情 你現在兜頭淋啊 拿一盆冷水兜頭淋到我的身上 嘩 魔物重要是中四星 神經病 不是要抽到寶底啊 嘩 嘩 嘩 又重複啊 嘩 真的邪啊 老闆 不是這樣欺負我啊 嘩 又重複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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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沖一沖石才頂 等等 我要平復一下心情 對了 如果今次更新我有什麼留 歡迎在下面留言補充 感謝萬分 我要再平復一下心情 那看看接下來的共鬥是怎樣 因為我還未有時間再專業 如果真的日後推出了共鬥 就看看我們什麼時候再直播吧 好 就這樣 喜歡的記得按訂閱 按LIKE 分享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